你 All right so你看到我们现在开的这个空场啊这个空场是在我们昨天的影片就有提到的 OK前天如果不是昨天啊前天如果你有看这支影片的话我已经讲的很清楚那个价位到底是在哪里一个范围 All right他的确到了我们这个狙击区 然后我讲说 这里等下我会做进了解释比较详细一点我是怎样去看 把在推特这边我说我应该是今天早上吧对七个小时前OK我就包了我一进了单过后 我做完操作之后我就去 写我的这个进单的原因等等的我给你们可以去仔细去看他在我推特上面 那么你会发现到我进场的这个点的是在三五二二六OK在这个点位OK那么 接下来我其实这两个点位这个三五三零零啊其实我是看三五三零零 然后第二个位置是就是这个三十六千这个位置 All right这个都是我在前天的影片我有提到这个图吗 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 所以我们跑我们是放一个月我们跑看看暗让 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到在这个价格上大家的铺单在哪里大家的这个报偿价格在哪里或者是止损单 我也是你可以看到这里第一个部分还已经达到了OK 在这个范围内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 三十五千三百是最亮的地方然后这边这个最后的范围最后有颜色的地方是到三三万六 OK那么我讲我们会担心他会突破这个三万七所以我们会把 我的止损至少都放在这只以上OK你们可以自己去挑你们放哪里OK 因为毕竟现在整体上来说从这边 啊从几号开始从10月14号开始到今天 啊差不多 一个月的时间不到一个月两个礼拜的时间都是一直在拉涨 所以我们还是做空的话还是要小心一点点 All right 然后我们这边为什么会找到 confirmation的是因为你可以看到 因为当有liquidation happened的时候有人被爆仓的时候就代表有人 在高价去买入吗对吗因为他被止损做空止损他就被逼要在高价买入 所以我们就会去观察一我会看一分钟图因为我要看细一点因为我要找一个更好的进场点 所以我们昨天因为我昨天是差不多 七点税可以七点税是我这边看 有机会看到这个盘 所以我们是在 三五这边三五多的时候对这个地方 OK你可以看到这边对应你看liquidation这里就代表有空单背包 所以你看这边对应的这些啊 我们叫footprint的话呢 你看他是逐渐就是买单越来越多 take a sell越来越少就是啊 这个卖单越来越少你看他卖单是比较薄的 比较薄的 ok到后面你更更是更是如此反正这里 265对167149对41 ok142比102 ok以此类推 然后这边我就选择去做了一个进场因为我看到liquidation然后我靠有 大一 一直有人在买那么有人在买就代表人家换手 因为有人买就有人卖那么卖房是谁呢就是这些铺单的做事上 所以我当他这边在建仓 那么 其实更好的点 是在这里这里的话更明显你可以看到这里也是有liquidation ok 然后你看他这里是更明显的 ok 六百九对三十九八三九八ok四六九对二五五四五对九一 所以你看他这里是失衡的状态293对七二一九八八一十类推 所以看到这两只范围里面 基本上你是可以准备去找点进了在这些点为三五九三一 ok 然后到 然后你看到说当他没有在新的这个liquidation发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说他就没有在新的这个买单了 ok没有新的买单这边其实他跌破的时候你就可以进了 ok 这边你看到所以两个迹象我通常会看 这里他有一个 强新的买单配合这个liquidation 然后看到说没有新的报单之后然后价格往下然后也没有新的买单进来那么就代表 换手成功 而且很重要一点是没有人去帮他抢这个空单 ok 如果你看到 多单也很多空单也很多就代表他们两方在 ok那么车子就会中 那么 专家很有可能会继续借因为他们还在开空继续往上拉把他们爆掉 再把他价格拉到新高 ok 所以这个是动态博弈啦 ok所以的确在这个点位过后这两个关键点位我们进场 然后就成功了所以叫造成现在我们是 有赚钱 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说接下来他会不会上到37 但是我们如果看 出来一点的话现在他是属于 一定是算作我们叫圈小crack的 我们洗掉完钱啊 给这里还算是圈小crack的 所以这些是 ok所以现在这个点位呢非常关键我们要看他会不会 就是弹回上来上面来走这样子 ok如果他弹回上来就代表这里是一个汉听 汉听这个前提点 ok然后假设这样 ok上去 所以我们要看这里会不会有一个翻转结构也就是一个csoc 圈小cr 把下他目前还在博弈当中我们就持续观察会在我的推特上面去更新 好来那如果他这里他博弈下去我给加上下来 他上去 ok他跌或这边低点我们叫break of structure bos那么这里就是基本上确认 是下跌的趋势了 ok 因为下跌趋势开始呢我们跌破这些关键点位的时候就是 他bos的时候我们就会再去加场 ok 所以我只是打第一场那么因为如果这里已经判断说已经是进行一个翻转结构我们就可以再看大一点时间 看一个小时 ok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讲吗这里你看这里是中载区27500 到26400 ok这个点位是大家可以去 关注的点所以我们大概化那个格子的话 大概是27000 到26000 所以是差不多这边 ok所以这个是我们会关注的点位 那么照理来讲 哪里是汉廷区就是这边这个两个 平行的低点 所以我们当然他不会一鼓作气直接往下掉 ok很少概率会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就准备所以我见中我说吗在我的这个推特我说见中我们会做复合式操作我会做对冲 或者是我会去做 啊部分指引然后加仓等等移动停损也很重要 ok所以最终目标价我们知道 大范围来讲是两百 两万六到两万四左右 ok所以我们就在 在这期间我们怎样去做操作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了 但是如果你是做短线的话你先可以 就是描这里这个底点 ok就是差不多 三万三左右 ok三万三左右 ok那么三万三他可能这边小一个汉廷然后再上来 哎在确认 哎走走一个bos那么这里就基本上天图他都会是一个 啊走到圈的形式ok他的均线也会被跌破 可以吗 ok那么如果我们再配合mscd来大概看一看的话现在是 我们那时候讲45天来走走着反弹我们看 比 比 ok他在走着反弹 所以我们要看他现在 我们有没有一些 潜在的这个 主力符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这个限制这个格子是我之前就画了的 这里对应的是前面这个fg 所以fg本身就有一个主力但是fg有一个特点当他一突破的时候他就会是一个很强 新的一个order breaker就是会继续往上暴冲 我给那个时候就会是走一个小牛啊 我给那么也配合这个图的话他继续扎拉涨还会高过前高 我给高过这个前波波风 那么这基本上是继续拉涨一点 呼应了45天他会继续拉 ok那么如果 这里真的是周图的这个阻力真的是生效 他这里拐弯向下 那么基本上45天图他可能会继续往就直接往下传 ok就是我们形成倒挂的这个 啊 这个形态了 来那么 当然你可以慢慢去缩小时间上为越看越小去尽可能去 提前去发现到他 反臭的点我可以知道反弹的点还是要形成背里 ok因为好像这个 这个背里的话如果你是他应该是要看小时间的 ok我们看三天图吗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他可以去说到去天图 ok 三天我这个三天我给三天 对这是三天图的图 ok然后他上天图他回到了他就回来去看周图 ok那么周图的时候他回到来的时候就在这边做一个反丑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三天图有个顶背里基本上你就以周图来做这个 啊目标价 ok所以你看他当他周图跌到这个均线的时候到到这个零周的时候我们就出场 所以这边的话如果你有抓到的话了 你可能抓一个前高 然后你把 零利放这边是1比3 ok ok所以简单总结一下现在要做空还算来得及因为现在在顶点ok 基本上在三万五以上都值得做空 三万五以上 ok因为跌破三万五一下他的结果就开始反 慢慢开始就是进入下跌这个 区间所以你这边放止损赚赔比来讲据此止损也值得 ok 所以三万五以上都可以做空 ok 除非他突破三万七千 打多少我们看一下多一次确认 三万八千OK三万七千五百到三万八千那么我们就直接反向做多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order breaker的刚刚我们说了 因为那么你想要开始去吹做空的话你可以去下面这个资讯栏下方有这个bybit的链接 那么教学影片也在这边有教了啦 我给你按home page 第一个playlist就是了 非常非常重要 教学完整教学非常详细 那么第2个更为重要是教你怎么去算风险跟杠杆 alright 然后 近期我们跟kelvin就是如果你们左右看这个 啊 我们的心上的这个tread with trader这个影片 我可以跟你说那个干货是很足的 你们如果去看的话看得懂的话是你们的一个 啊 福气啦 对你们是好事情啦 所以47分钟完完全全干货会让你从头看到尾 然后呢你去看了他的话你就知道到底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在wsot他就是第9名赚了三十万美金在20天之内 他是量化交易冠军 然后在币安上littleboard你可以看到他的名字的kelvin sidehk OK赚200万赚100万 然后赚500万这里都有看得到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图这边全部都是石盘数据 OK 那么我们就邀请到他来去马来西亚这边帮我们就是 我们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开始做量化交易吗 我们有cibertrade OK所以cibertrade他也是跟我们深度绑定是我们的partner 我们来一起搞这个量化交易把量化交易的这个事情这个风气带起来 OK因为 他是真的有实力 而且他是做cta 他不像我是做套利 所以我自己也会想要跟他学一学 他们是怎么去思考 所以到时候会跟大家一起上这个课 OK这边是三天免费的这个挑战 大家可以来报名链接会放在下方 那么这个三天的课程会教你怎么去用最基本的方式先设定好一个机器人 而且那机器人是有 就是我们不只是教你设计前面设计人太容易 问题是那个机器人策略能不能用啊对吧 那么更重要是教你们怎么去思考 在量化交易里面怎么去 去bill一个策略 那个策略要去找到要去 过滤要去分析要用什么思路 OK用什么工具 到时候我们都会去讲这些概念 OK三天的挑战 三天的挑战免费 大家可以点击报名剩12天时间我们14号的16号在zoom上面见8点到10点 OK不会有重播OK因为是现场直播的 OK 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去学良化交易想要解放双手不用每天盯盘 然后每天怕错过行情等等好像我做今天早上这样我一直在那边看看我看盘 我等到经常我等了一个小时多 OK从我早从5点等到去6点半然后才冲凉才睡 OK所以其实量化交易 有他的魅力 OK所以 而且这个是未来的趋势啊 你觉得你可以打赢这些市场上的这些algorithm这些机器人吗 不可能 你再不拥抱科技 你不需要投意code OKcode这个东西是非常次要的 重要的是要有量化的思维 你要懂怎么去把你看到的数据 变成信息变成决定变成逻辑 才帮你做交易决策 这才是重点 OK那么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影片见OK 记得报名我们在空中看单见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